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很后悔没有照顾身体 我看到很多父母亲每次讲的话都是 真后悔孩子长大了 现在跟我疏远 或者不听话 为什么 因为以前没有好好地教导他们 各位其实呢 单单这样打开眼光 一看整个世界充满后悔 整个世界是因为罪和罪的后果 人的心都充满后悔 当然我们讲到后悔的课题的时候呢 有很小小的后悔吧 我们姐妹们有没有 有时候每次网站买衣服的时候 哎呀买来了后悔 吃一顿饭在外面 哎呀吃这个 这么难吃后悔 不要讲 也有讲 有时候呢 有上班的人 常常就是后悔做这份工作 以前我做学生的时候呢 后悔没有把这个测验读好 老师全部都出题了 没有读 各位有吗 这是真的我们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 有很多很多 大的后悔 小小的后悔 各位喜欢后悔吗 没有一个人喜欢 那人是不喜欢 这种很惋惜的感觉 后悔自责的感觉 所以每一次我们人一后悔 我们很自然的反应就是 我们想办法 要挽回那个局面 弥补那个过错 可以有吗 那现在比如说 我们当中 有时候 哎呀 买了不喜欢买的衣服啊 或者怎样 鞋子啊 你下一步是怎样 在carousel里面卖 对不对 便宜的卖出去 那这个世界现在 能够提供 有这样的管道 让我们 能够弥补一点 说错一句话了 快快 再说五句话 来弥补 弥补一下 但是各位都会知道 不是每样东西都能弥补的 不是每样东西都能挽回的 有时候时间流走了 关系破裂了 有很多的事情已经定局 你没有办法就是挽回 你越要挽回 越糟糕 各位 谁有后悔结婚的 要不要离婚 大家离婚的话 当然我们过去已经有这样的过错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了 但是你会知道的 如果我现在婚姻不幸福 但是我离婚的话 一定下面带来更多后悔的事情 那有时候我们人就是一直在一个要解难的光景里面 那有时候这个后悔感一直拉扯我们 我们做一份工作 我不喜欢这份工作 我不要做 后悔来的 但是呢 因为这个后悔呢 那一直想 有没有更好的 要换 更好的工作 更理想 因为这个心态呢 你发现 现在上帝叫你学习的 叫你谦卑的做的 你没有办法做 各位的确真的是这样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这个世界都充满后悔了 人就是有时候活了大半辈子 年纪比较年长的人后悔是更多的 对不对 刚才我们Patrick上来的时候呢 我已经 他是跟我们在这个教会 就是一起 开始 我在教会里面跟他一起长大 我好像很久没有看他的脸 他的头发这边全部白了 现在跟各位说他大我两岁 其实男人这个头发 这个赛奔 这边全部白是最好看的 我是 我就上面白 旁边不会白 他一上来 神有感触 对不对 44岁 各位活到50多岁 60多岁 后悔更多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每当我们有后悔的时候 其实神是把我们带到 两个真理 很重要的真理 如果你一生能够借着你的后悔 来认识这两个事实 你是很有福的 第一个真理是什么 我们会后悔告诉我们说 这个地上没有一个人是不做错的 各位 我们都会做错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做错 并不是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问题 我们的做错很多时候 也大多数是因为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贪心 我们的自私的问题 各位有没有 人都有罪 所以上帝把我们带到这个事实 我们都有罪 所以每次做了 说了 才来后悔 另外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我们人因为会做错 所以我们需要上帝的怜悯 各位 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好听这句话 我们需要神的怜悯 你每一次后悔的时候 不要忙着想办法动脑筋 要对应那个问题 重点不在这边 重点在你要求神怜悯 主要怜悯我的心 怜悯我的糊涂 怜悯我的自私 其实很多时候是 我需要的不是想办法动脑筋 那是要得着主的怜悯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成为一个 我们只有学到技巧 有技巧 我们做错了没有关系 我们再积极一点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我们再做好一点 不要只有学到这种反应 我们要怎样反应 重点不在这个地方 重点在于 你走成圣的道路 不是反应 不是反应 人之常情 快慢而已 但是你领悟了 这是一个转向 这是一个转意 you change your mind you change your heart 这个更重要 上帝要的是这个东西 后悔的时候 好像我们学怎么讲话 学怎么做事 聪明一点 各位 这个一般的人都会学到的 都会学到的 但是你的心改变 从那时候起初 不要信靠自己的聪明 要寻求仰望耶和华 在凡事上求问你 各位 这个是很多人没有学到的 所以很多时候 你会发现 人一直在打转 一直在打转里面 各位 你打转的时候 你要知道 这不是你不够聪明的问题 是你的心没有改变 你的心一改变的时候 各位 上帝的恩受就领到 上帝就向你施恩 阿们 难道我们的上帝 不是怜悯人的上帝吗 不管你做错什么 你讲错话也好 伤了人也好 或者你婚姻有失败也好 教孩子有一点失败 后悔也好 难道上帝 不是怜悯人的人吗 上帝 难道不是 当你悔改之后 上帝不是转意吗 我转意 后悔 不把那个灾祸 降在你们的身上 上帝一来带领 他的百姓 都是这样的 上帝带领以色列的时候 他40年在这个旷野里面 40年里面 有些人 这个上帝 你为什么要这样带领你的百姓 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 然后40年 他们犯了什么错 圣经说 他们12个探子去探 10个带来恶报 恶报 所以上帝说 我向着我永生启示 最不让你们进去迦南地 你们必须要倒闭在这个旷野 哎呀 这个上帝啊 太严厉了 人家一次这样的时候呢 给人40年 完蛋 No 各位 不是这样读圣经的 圣经一句话 讲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40年里面 这群人 他们从来没有悔改 他们从来没有悔改 有上帝 严厉的话来的时候呢 当主的百姓一懊悔的时候 上帝就转移 改变他的心意 40年里面 OK OK 这个东西被管教了 怕一下 过后来另一个环境又来埋怨 哎呀 埋怨 没有东西吃 哎呀 没有水喝 哎呀 没有肉吃 什么都埋怨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什么 没有真实的懊悔 后悔是有 后悔真的后悔 没有懊悔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各位圣经的话 反射我们 没有一个人能够欺骗上帝 如果今天 我们走到今天 不管我们几岁 我们人生经过 有一些懊悔的事 或者有一些地方 我们一直打转 关系的事情 跟家人的事情 金钱的东西 他一直 为什么一直 总是有问题 总是得了又失去 总是朋友结交了又分手 对不对 总是去了一个教会 一下子之后又吵架 又换教会 各位为什么 各位如果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人生当中走到 然后你心里很多惋惜 很多惋惜 你不用挣扎的 只有你的心 真实的改变的那个时刻 知道神教你做的 遵行他的旨意 就在现在遵行 很奇妙的 你的心一改 属灵的环境改 真实的情况也改 阿们 回到主的面前 顺服主 顺服主所说的 我不知道怎么顺服 那你寻找他 不要相信自己的聪明 以前我到中国去 有个很好的传道人 那他服侍主 见了很多的教会 二十多间教会 他带领 那五十几岁的 一个传道人 后来有两个孩子 一个男一个女 后来一个 他的女儿 就结婚了 很好 忽然间离婚了 忽然间离婚了 你们知道以前 这个中国的传道人 我们的一个品格 还有我们家人的 是很重要的 见证是很重要的 所以女儿就离婚了 然后呢 就是不听爸爸的话 离家出走 然后 每个他带领的人 就看着他 这个人家里都不能管 怎么管教会 然后 就对很多的言语 很多的议论 很多的讲 这父亲 心里面 我怎么能够 还带这个教会 然后心里很多后悔 是不是 是不是 哎呀 我真的没有把我女儿教 是不是当初 他结婚的时候 我没有 起初的时候 我也 没有好好地 探讨他的婚姻 还是什么 很多的 后悔的心 对不对 我们人通常都是这样的 当有一些后果出现的时候 你会有很多的智责 一直 回去问自己 反思 然后后悔 然后呢 就很想 放下 这个 甚至也放下 真的放下服侍 你们做 我真的没有资格做 但是一直哀哼 很奇妙的 我看他半年 一年之后 他就起来 不能这样 不能这样 起来 服侍主 不管旁边的人怎么说 人怎么不理解 做 主叫他做的 明白吗 做 主叫他做的 就起来服侍主 他再次这样做的时候 很奇妙的 这些攻击他的人 慢慢也走了 有新的恩典领导 他的女儿开始回家 后来 他的女儿 又再嫁了 有些女儿小步的 在嫁的时候 跟一个 很好的男人 然后生了一个孩子 然后在家里 做嫌妻良母 但是 这个不是 他的爸爸 能做什么的 你们听得懂吗 有时候 我们为着 我们旁边的人担心 我们所爱的人焦虑 其实呢 你为你自己 为你自己的心 其实是你的心的问题 你的心 没有转向 你的心 留在哀哼里面 你的心 要蒙受神的怜悯 不要一直受责怪 这个人生当中 有很多复杂的事情 很多复杂 现在看起来不好 等一下会好 现在看起来好 等一下不好 我一直说过 但是呢 重要是 我们的心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难道我们的上帝 不是怜悯人的上帝吗 我今天讲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很多感触 因为我一边预备的时候 我一边想 我后悔过的事 其实我们传道人 每个礼拜都在后悔的 有时候讲道的时候 这句话到底讲了 有没有伤到人 心里面有一点后悔 有没有讲 对不对 那句话没有讲 应该要讲 又后悔了 很奇妙 这个心里面 一直在这个地方打转 但是也因为这样 我们懂 怎么谦卑自己 顺服神 也怜悯人 有些人说 我也遇到有些人说 牧师你不用担心 我从来不后悔 我说的就是了 做的就是了 从来不后悔 各位你觉得这样的人怎样 没有什么好东西 你是神 你太自意了吧 过度自信了吧 我跟你们说 如果一个人说 我从来不后悔 这样的人 你不能跟他相处的 他很硬 对不对 但是也有人说 我天天都在后悔 他也是有点糊涂了 这样的 所以一定要醒过来 为什么你天天在后悔 对不对 天天 主的旨意在哪里 对不对 要选求 你的心对了 没有一个局面 是你能够控制的 对不对 但是你遵行主的 主会带领 各位掌握了吗 今天的真的信息的大纲 重要的话 我们一起看好不好 神的话 我们来看 耶利米说 我们上帝 我们上帝的属性 耶利米就对众领袖 首领和众民 说耶和华 差遣我预言 攻击这城和这殿 说你们所听见的 这一切话 哇 这个耶利米 实话实说 人不太喜欢听 也是这样 但是呢 他不是故意要冒犯人 他是要讲出 上帝的怜悯 所以你看下一句话 十三节 十三节说什么 现在你们要改正 你们的行动作为 听从耶和华 你们的话 他就必后悔 各位看得到这句话吗 不将所说的灾祸 降于你们 各位 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情经文 如果去读的话 我们一直会看到上帝后悔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以前我们上帝会后悔吗 上帝造了人 人怎么犯罪 在挪亚洪水来 上帝说 上帝看到人的罪 后悔造人 心里忧伤 对不对 没有后悔 然后也有这样的话 你们转 回转 悔改 一致上帝后悔 不将所说的灾祸 降在你们身上 这个上帝会后悔啊 各位 上帝会后悔 人也会后悔 但是上帝的后悔 跟人的后悔真不一样 对不对 我们人的后悔是为什么 因为 我们的糊涂 我们的罪 我们的软弱 才会后悔的 但是上帝的后悔 是要显出 他的公义与怜悯 所以各位 上帝造的都是美的 都是好的 但是人不听从神 然后继续 堕弱犯罪 触动了上帝的公义 所以上帝后悔 所以上帝圣经这样说 上帝后悔 上帝也知道的 对不对 人都会堕弱 那人走犯罪的道路 后来他们 听到神的话 像泥泥微尘这样 全部悔改 连动物也悔改 上帝 触动了上帝的怜悯 怜悯的上帝 绝对没有一个人悔改 他是不拯救的 对 将来你们在地狱里面 你们绝对不会看到的 一种人就是悔改的人 绝对不会看到 悔改归向神的人 承认自己向神犯了罪 而求怜悯 信靠他 上帝一定拯救的 触动了上帝的怜悯 上帝后悔怜悯 很多人说 难道上帝是善变的神吗 他是不是糊涂了 当然不是 上帝是全知的 全能的人 最终怎样 那个事情最终的结果 他早就知道了 但是各位 为什么圣经要记载上帝后悔 上帝要 圣经把神后悔 用这句话来形容的意思 好像用人性来形容 是要因为神 要让有罪 软弱 善变的人 能够面对他 能够来到他的面前 上帝啊 我不对了 求你怜悯 上帝会怜悯 对不对 上帝是多么有慈爱 多么有怜悯 但是呢 骄傲的人 以前爱主 他现在骄傲起来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 你一直会好的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人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情况好一点点 就好像不太需要上帝的那种光景 就会出现 对不对 或者我们糟糕一点 我们就绝望 因为什么都完了 什么都完了 什么都失去了 对不对 No 上帝会后悔 好事不好事 好事 上帝的后悔要显出 他的慈爱 他的良善 感谢主 有吗 所以总而来说 我可以跟各位说 上帝 是喜悦我们的回转 上帝喜悦我们的回转 浪子回头 有没有回转 有一个比喻 刚才我们读了 对不对 有一个人 他有葡萄园 两个孩子 跟大儿子说 你去葡萄园 不去 后来 讲了这句话之后 后悔了 去 感谢主 其实生命最漂亮的人 是这样的 所以因为 不去啊 真的不去 但是呢 之后 很奇妙的 因为讲了这句话 讲了这句话 心里面 马上受责备 圣灵担忧嘛 对不对 然后心里面 哎呀 为什么我做神的儿女 做基督徒 我这样呢 对不对 心里面有这样的心 为什么我这样对人呢 为什么这么小气呢 一点点问题就是 向人发火呢 对不对 为什么呢 主啊 求祢怜悯我的心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人是最美的 最美的 他会了解上帝的 怜悯 也会了解上帝的公义 所以某个角度来讲是 比从来没有跌倒的人 有跌倒了 再起来的人 对不对 有懊悔悔改的人 感谢主 这样的人更猛了 但是这句话 不是叫各位 现在天天去跌倒 你怎样天天 故意天天跌倒 没有办法的 对不对 我们是无可奈何 有时候呢 真的不想这样 还是又软弱 所以我们的人生当中啊 每一次 回转 站起来 各位 那是 很大的恩会 领到你 不要讲其他的 如果这个礼拜 各位很多后悔的事 我今天祝福你们 你有福了 你不管你这个礼拜 过去的礼拜 你怎样的不好 你今天坐在这边 对不对 今天起码我知道 主 我回到你的教会 听你的话 感谢主 感谢主 这个是第一个 七日的头一日 来做崇拜 这是 为什么 当然我们要敬拜神 但是也有很多的人 带着一周里面的一些软弱啊 懊悔的心 来 主必定愿纳你们 Amen 主愿纳 所以我们 那种上帝是这样了 我们知道上帝是这样的 上帝是会转移会后悔的 那我们呢 我们得到主的心肠的人 有时候我们 我们在 教导人 教导儿女 我们也要懂 有时候我们要 能够会后悔 各位 我们看一书经文 我今天特别选这个经文 你们看 格林多后书 第七章 我们使徒保罗 他在教导 有众教会的时候 他说 我先前写信 教你们 忧愁 他的前书 很重 对不对 他就责备 你们的结党的 你们只能喝奶 不能吃 吃干粮 你这样的人 连自己的继母 都跟他犯奸淫 把他交给撒旦 对不对 这样的话都讲了 有时候领袖们 是这样讲的 人 有时候也 易怒呢 也有掺杂 有一点的愤怒呢 不是 很 很复杂的心情 对不对 我不能说 我们人 这样的 所有都对 我也不能说 牧师有时 责备的 每一句话都对 可能我讲的话是对 我的语气 有时候不对 语气太重 也可能 对不对 所以我前面写信 给你们忧愁 我后来虽然 懊悔 各位 懊悔 后悔 圣经用这个字 原文是一样的 有些牧师说 我们不要后悔 我们要懊悔 其实一样的话 都是一样的 就是regret 对不对 然后我后来 虽然懊悔 为什么 因为看到 我就想 我讲了这句话 很多人受伤 然后呢 哎呀 上帝离开我了 连牧师都这样骂我 心里面就有一点 然后呢 起不来 跌倒 也可能 对不对 有一些人是这样 曾经我们教会也有人 就是责备几句 后来没有来教会 也有这样的人 我们做牧者的人 有时候最怕的是什么 讲了责备的人 有一些就跌倒 然后有一些人 不用怕 责备 他要走就走 话虽然这样说 有谁 你家里面骂孩子 你要走就走 你会真的这样子 你没有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们是有人性的 对不对 有人性 所以保罗也是 我后来就讲了这么重的话 如今却不懊悔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 那信 写的信 叫你们忧愁 不过是 暂时的 暂时 然后再下一句话 如今我欢喜 不是因为你们忧愁 不是因为你们现在 浪叔听了我的话 很忧愁 乃是因为你们从忧愁中 这句话很重要 神出 懊悔 各位 你在忧愁中 你被责骂之后 你遇到了一些后果之后 你 神出 这个神出 是圣灵的工作来的 各位 每次圣经 你看到神出 这个是一个 生命 生命的意思 生命 所以人 他只能修改 但是他不能 神出 各位有没有发现 只有上帝 生出灵魂 生出 新的生命 生出 懊悔的心 生出来 你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凡事就不至于 因我们受 亏损 第十节 说 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 就生出 一起说 没有后悔的 懊悔来 这句话太矛盾了 好像 repentance that leaves no regret 这个意思 懊悔是repentance repentance that leaves no regret 就是说 我懊悔了 我知道错了 这个不是暂时的一个情绪而已 对不对 我是知道 我得罪的不是人 我得罪的是神 主啊 你责备我的时候 显为公义 对不对 到会悔改的时候 是这样讲的 你有没有 没有后悔的懊悔 所以这样的人 他下面 一定会跟从神 他不是给上帝一种好感 上帝啊 我向你流泪 我悔改 然后过后又走自己的路 不会 这个叫 这个是没有懊悔的 真正的是上帝要的 没有后悔的懊悔 以致得救 但是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 所以忧愁有两种 忧愁不一定不好 有些人忧愁只有为着地上 短暂的利出 得不到来忧愁 有一些人的忧愁是 主啊 我得罪了你 我走我自己的路 偏行几路 求你怜悯我 对 这个心没有后悔的懊悔 这是上帝喜悦的 上帝必像这样的人会施恩 主祝福你们 Amen 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每个人都有要回转的地方 多多少少 都有要回转的地方 我们要回转的地方是什么 不是我们不够聪明 乃是什么 我们的心 要随从自己的意思 的问题来的 说白了是这个东西 说白了是这个 那OK 第一点我已经讲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有后悔吗 有 但是祂的后悔 是有良善的意思 祂愿意我们 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祂愿意我们回转 这是最美的 我们教导人 劝勉人 有时我们教导孩子 对不对 我们凶一点 有时 该要教训的教训 心里面有点痛 也是有 对不对 但是后来看祂回转了 祂的整个的行为好了 对不对 心也懊悔了 你心里很开心 这是我们做父母也要明白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经过 我们要跟人经过这个挣扎 我说没有跟各位说 你做父母的 只有孩子 他开心你开心 一辈子开开心心 这是不可能的事 不可能的事 人有野性有罪性 你要纠正 要劝勉 要教导 要有的 所以我们带领的人 有时候 我们教导 劝勉 责备 有时到一个地步 不能再多讲 再讲人就跌倒 但是还是 讲道的时候 还是讲 有些人听了一篇道之后 马上改变 转向 感谢主 有些人不能 就是要一段时间 几年也好 有些人 真的走到 人生的最后 一生 被打得半死 心里也不开心 跟人的关系也不喜乐 家里一大堆问题 到最后 不要离开世界之前 我错了 求主 灵灭 我也看过这样的人 但是我盼望 不要到这个地步 今天 悔改的日子 今天 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 Amen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每一次呢 人后悔之后 一定有两条路出现的 一定两条路出现的 特别我跟各位说 我们人呢 我们来思想一样东西 你们问 为什么我们会后悔 各位还可以吗 有没有 是不是太热 还是刚才 讲到的时候 各位听到 心里面 很多的挣扎 通常我跟各位说 你们听完道之后 很累 是有福的 你们听完道之后 很累的话 是因为你们里面 有挣扎 但是不要在听当中累 还没有完 还没有完 还要挣扎下去 一直挣扎到结束 到结束 这不是开玩笑的话 我是这样蒙恩的 你们知道吗 我一周已经为了预备这个信息 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 所以我现在讲 是大家一起 跟主同钉十字架 挣扎 我再讲一遍 各位 再听 人后悔之后 一定有两条路出现 我们来思想好不好 你问 为什么你会后悔 这个很重要 你为什么会 因有一些事情后悔 理由很简单 因为你那件事情 对你来讲是重要的 比如说你因浪费时间后 因为时间是重要 你因关系破裂后悔 因为你在乎那个关系 家人的关系你在乎破裂了 你很难过 对不对 肢体的关系在乎破裂了 很难过 这是钱有没有价值 有一点价值 也不能说没有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钱糊里糊涂的用了 那失去了 或者随便拿来投资 这个cryptocurrency Share 买 钱没有来 然后你马上就在那边撒样 这个钱能买多少东西 为什么 因为那样东西是有价值的 所以因为有价值 你失去了 你一定痛苦的 后悔 对不对 孩子重要吗 当然重要 所以孩子远离你了 我跟你说话 你有后悔 但是我后来去想这个东西 难道你们不知道那个价值吗 有谁这里不知道 时间的价值 家人关系的价值 有谁不知道 每个人都懂嘛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 在当下 你要做有一些决定 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取舍这个东西 糊涂然后去 把钱浪费掉 糊涂去 然后把这个不该讲的话 讲了 然后关系破裂掉 为什么 难道你不知道 那个价值的价值吗 知道 你知道 但是 注意听这句话 你知道 但是你没有 继续关注这个价值 各位 你关注 一样东西有价值 黄金钻石有价值 但是你从来不看黄金价值 跟有一天你看那个 Diamond Fair 哇 你眼睛 人很奇妙的 人的眼睛 一看的时候 有时候没有价值 都变得有价值 很奇妙的 对不对 石头也都变成有价值 所以一样的东西 你每天就上班下班 回家 孩子找你 OK OK 好 就忙着 然后发展你的事业 跟你有时坐下来 看一下你的孩子 然后 他12岁了 13岁了 14岁了 现在比较少回家了 你再看一下 我跟他的关系 我们能够在一起的 那个时光是多么重要 对不对 那你没有关注的时候 就溜走了 所以世界就是这样 世界就是欺骗你们 然后你们就关注手机 没有时间关注关系 对不对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你迷糊了 一下子迷糊 时间过了 过了 关系走了 对不对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绝对不要被欺骗 我就想这个东西 我想了很久 我就心里面懂 主啊 其实呢 人道理上都知道 什么是重要的 但是因为没有关注他 所以 爱我们的主 为了叫我们醒悟 一定怎样 给我们遇到有些后果 那个后果遇到了 醒过来 明白了 明白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这是主的慈爱来的 在一个人只有七八十年 他的时光这么短暂 他的人生能做的事也不多 他要做重要的事 完成这个使命去建筑 所以最猛恩的人是 一脑筋一想歪 等一下要做坏事的时候 就被抓了 还是什么 遇到不好的时候 哎呀 主啊 感谢你 你阻止我 走糊涂的路 对不对 所以呢 一定有两条路 各位 后悔之后 那主啊 我知道后悔了 现在有两条路出现 所以各位 这个是关键 对不对 有一种人是后悔之后犯更多的罪 像犹大 他后悔害了耶稣 对不对 那 后悔到什么地步啊 到上吊啊 所以从这个地方你会知道 犹大是好像很 好像很 很有义气 对人很有义气 那一种人来的 但是呢 他的义气不能救他 他的人的那种道德不能救他 你会了解我的意思吗 他 只有后悔到摧毁自己的生命 所以很多人是这样 我跟各位讲 另外一种人是 后悔到 转向主 向主悔改 主啊 唯独得罪了你 对 唯独得罪 所以 有时候你失去了 人生里面 失去一点点东西的时候 主啊 我是为什么失去这个 这个你要先去想 好好的祷告 不要这样 我改善一下就好了 改善一下 最近孩子好像跟我不太亲 我们一个礼拜出国 玩一下 好像这样而已 你一个礼拜出国完了 然后回来之后 你又忙你的东西 不行的 这个就是说你只是应付 你应付 还没有进到你的心 你的生活里面 你没有看到那个价值 夫妇的关系 对不对 跟父母的关系 有一个姐妹 她60岁的时候 跟我说 她60岁退休了 我不是叫各位这样做 她是单身的 她就说为什么退休 她说因为 我的父母亲80多岁 也没有什么时间 跟他们在一起 所以我也退休 在家服侍他们 多跟他们度过 他们的老年 我真的觉得很不错 所以一般上 有谁会这样想 对不对 一般人都是这样 过了过了日子这样 当然不是叫各位去退休 但是你们要自己祷告 有一些 只有上帝向你显明的 上帝向你显明的 所以我们在糊涂当中 已经在那个 那个很快速的节奏 因为生活里面 已经习惯 这样做 这样说 这样赶着 这样做的时候呢 有时候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 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愿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转向主 我们的心改变了 然后我们挣扎走出来 主喜悦那个地方 然后最后主 主说什么 主说各位 你两条路出现了 你选择我们的上帝 然后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主应许 一定会赏赏的 你们一起看 我们一起看这句话好吗 我们大家看 以赛亚书 第五十五章 各位 当趁 我们一起读 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 寻找 相近的时候求告 再来 恶人当离去自己的道 无意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义 归向耶和华 耶和华旧必远时 当归向我们的心 因为神必远时 然后第八 耶和华 我的意义 非同 你的意义 我的道路 非同 各位 千万千万 不要后悔之后 然后 不顺服 然后你说 我为什么不顺服 因为我的心情太复杂了 自责 然后我 不要说 各位 有没有人这样 有 我现在跟各位说 我一生遇到很多人 你说 牧师你有没有遇到很多后悔的人 满天下 真的满天下 但是很奇妙 一生遇到后悔的人 这些人很遇后悔吗 也哭过吗 但是看他们现在的生活 不是转向的 各位 我在乎的是什么 我上个礼拜说 习惯 对不对 生活 你进到 与神同行 里面 我要的是这个东西 神要的悔改是这个 神不是要你一次给他泪水 没有用的 有一个姐妹 她以前孩子 小的时候 她爱世界 然后没有好好来教会 孩子到了十二三岁 不想去教会了 后来 后来她人生 到了孩子二十多岁 遇到一些事情 她回来 然后现在 现在 哎呀 我真的后悔 以前我不爱族 孩子不爱族 所以她不去教会了 那回来了 哎呀我现在要再教会 但是一下子之后又不去教会了 你各位了解吗 一下子又 又不去教会了 因为哎呀每次很复杂 心里面就想到 孩子又不来 只有我一个人 各位了解吗 No 这个不是没有后悔的懊悔 我现在讲的 你们好好听 我们绝对骗不过上帝 没有后悔的懊悔 是一定 你曾经后悔那件事 那件事呢 就是已过了 对不对 现在变成心 什么叫心事 就是神与你同在 他使你后悔 然后呢 使你发现 错在哪里 不管我的情况怎样 我自己回到教会 很重生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现在你这样做 孩子不来 家人不信 丈夫不信 没有关系 我来 对不对 我每次讲 我是每次讲这句话 你现在如果连这个都没有 你给上帝再多后悔也没有用的 你们了解吗 这句话是很重 但是我一定要讲 这个我台下不会讲 我台上一定跟各位说 你现在就尽情的心 主要连续我 连续我 所以呢 我现在顺服你 拿尔米离开了上帝要在的地方 对不对 有道 丈夫死了 孩子死了 只有剩一个媳妇路德 我们回去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接着一个软弱的媳妇也能够得回一切 对不对 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得回 有吗 所以这个就是上帝讲 当趁什么 耶和华可寻见的 寻见他 能够相近的时候 求告他 这个就是 现在这个时候 上帝向你写明恩惠 使你后悔的时候 其实这个恩典是最大的 因为当你可以feel it you can feel the pain 你感到那个痛苦的时候 那个恩典是最大的 你在这个时候 你的心被触动了 就两条路 他可以寻见的时候 寻见他 Amen 这个呢 然后呢 过后你跟从神了 神的恩典又来 又来 又来的时候 哎呀 你越来越确定 越来越确定 但是这个时候呢 只有一股情绪 一股情绪完了之后 还是留在一样的生活当中 久而久之 你的心就麻了 麻的时候呢 慢慢慢慢 上帝又要用另外一样东西 来换心 以前有一个人问我说 牧师这个经文很奇怪 耶和华和宣传的时候寻找他 相近的时候求告 难道上帝有不可以相近的时候吗 难道上帝有不能寻求的时候 有没有 各位你有没有问过这句话 我这句话读的时候呢 我说上帝啊 你什么时候不听人的祷告啊 所以有一些人呢 自己很聪明嘛 他们就想 那神什么时候都会 怜悯我们的啦 怎么快要回天家的时候 我再转向他 那那个时候 没有这回事的 心里面的东西 是从来不会这样发生的 你们了解这句话吗 什么叫上帝不可寻求的时候 不可寻见的时候 就是当你的心越来越硬 好像你的孩子 你打他一次啊 以前还会怕 现在打他十次都不怕了 对不对 十次不 硬啊 这个心硬的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 不是上帝不寻见 乃是你们根本不能 没有这个恩典能够来到他面前了 没有这个 这句话很奇妙啊 很奇妙 所以施恩的神 上帝所爱的 上帝必定管教 但是人已经不当一回事了 好事坏事都是一样 我行我输 到一个地步 麻了 所以信徒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不要让你的心麻起来 我今天讲这句话是 祝福各位 因为大家能够走进这个教会 现在听到这句话 可见大家是没有麻的 可见是没有麻 可见是还能够寻见神的 感谢主 你们要听得到 主安慰的话 呼召的话 趁他能寻见的时候 寻见他 这是我信仰 三十年里面 虽然我年纪还不是很大 但是我三十年起码跟主走过 上下 然后这样走了好几次 就明白 主的恩典在哪里 所以有时候我的心有一点麻木 快点祷告 主啊 为什么听你的话没有感动呢 为什么大家都很喜乐 听到你的话的时候 这么开心 我就想 就会快点结束 我能出去呢 哎呀 你想到这个 你的心是这样的时候 我的心啊 为什么这样呢 你可以这样问的话 感谢主 主的恩典还在你身上 Amen 愿你们听得懂 我这个很paradox 很悲论的话 这是很奇妙的 所以呢 最后我们说 原来主是爱我们的 有时候呢 人生当中 真要经过小小的后悔 才不会有很大的后悔在后面 对不对 小小的后悔 所以我们最后 圣经跟我们说什么 最后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在那个白色大宝座面前 我们要建筑 我们主耶稣那时候 审判活人死人 用活烈的眼睛 能够看出每一个人的生命 那个时候呢 每个人在他面前交涨 生命车打开 那个时候 主 能够看到我们 整个生命的光景 那个时候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不会问 请问你在哪一个教会聚会 基督生命堂 这个不错不错 来跟我分享 上帝也不会问 你的受洗证书在哪里 上帝会问这个吗 有些人跟我说 牧师我要受洗证书 对不起 连我的都不懂在哪里了 当然你们受洗的话 牧师会给你们 当然是这样 但是这还是人的东西 那时候 主会问 你们有没有真实的悔改 与基督一同死 一同埋葬 一同复活 最近的 那个时候 神用活烈的眼睛看出的时候 你能说什么 主啊 我们奉你的名 赶鬼 奉你的名 不是要这个东西 真实的悔改 我怎么知道 真实的悔改呢 所以施洗约翰呢 看到很多人来受洗的时候 他说一句话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成 对不对 结出果子 果子是什么 果子一定是跟 你的心灵的金钱 跟你的生活 所做的事情有关系的 虽然我们得救 不是跟着我们的行为 但是你一定问 我今天去的地方 做的事 我唱的歌 是世界的歌 我的手脚 追求做的东西 是地上的利益 追求的是这个 那只有主日 我就要来教会 打开一下 做完之后 我就走 牧师讲了 我有心里面 有不痛也不痒 就是这样 那么你一定问 白色大宝座 是什么东西 约翰说 你们要结出果子 与悔改的心相成 不要说你们是 亚伯拉罕的子孙 我懂什么旧约 我圣经 什么 这个东西 每一个人的生命 在神面前 会成名出来的 所以你们知道吗 我做基督教会的牧师的 最大的压力是什么 我现在每次预备信息的时候 你们知道 我现在预备 尤其我们教会 越来人数越多的时候 大家都来听道 我心里面说 主啊 他们听到了道 听到了道 如果主你来的话 我们多少人是能够见到你 然后主说 你们进来 跟我一起 同享永远的福乐 我问的是这个 所以你们知道 我今天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 我有想很多 对不对 我当然有想 已经重生在教会成长的人 也爱主的人 我有想 像还不幸的人 大家目道友 欢迎你 坐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也有想 是或不是 这样的光景 那如果还差一点的话 快点把你带进来 还差一点 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我心里面的 我对神的真理的 那个忠于的心 是叫我 每次我讲道的时候 所以有一些话 啰嗦一点 不得不讲 讲道的时候 长一点 这是有一点 这个问题的 但是这是好的 你们了解 所以呢 来到主的命 那么另外一种呢 各位 另外一种呢 上帝特别对 特别他所爱的人 上帝做的工作是这样 上帝不愿意我们 经过很像 一个大后悔 对不对 所以 因为就给我们 有一些小小的 特别是 有时候 我们在地上 我们太关注 地上的得失 有时候我们 一下子会这样的 各位 我们看一处经文 好不好 我们主耶稣基督 讲一个比喻 他用一个比喻 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想说 我的出产 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这句话 你自己可以应用的 田产太多 钱太多 时间太多 想法太多 理想太多 都有 所以一定是这样的 第十八节 说什么 又说我要怎么办 所以他一直想 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没有收藏 第十九 然后对我的灵魂 灵魂说话 有些人说 为什么对灵魂说话 其实 很多人不认识灵魂 人的灵魂是永远的 灵魂不但是你现在的感觉 很多人跟自己的心说话 自己的感觉说 我感觉是这样 所以我想这样 对不对 所以这个人他不明白 神造灵魂 不但是你现在的感觉 跟你的永恒有关系 生死或福有关系 这是灵魂的事 对不对 不是单单现在一两秒的感觉 但是我现在眼前看的是这样 所以灵魂 你有许多财物要积取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逸地吃喝快乐 然后二十节说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 今晚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亏谁呢 以前我还没有 我还没有受洗之前 差不多十二三岁这样 我已经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我一读到这个二十节的时候 我还想吓死人了 这个人啊 我哀完到没有办法了 这么早 一生积蓄的 然后到最后 上帝说 你要享受的时候 没有了 真是那个地步 其实这个经文真的是经典来的 连我像安卓牧师 每次讲道 每次一看到这个的时候 心里面想 所以它累积什么 我们为孩子的前途来筹算 然后为将来更好的生活 筹算 养老的时候 几岁的时候 能够游完全世界 筹算 各位都筹算 对不对 这个世界都跟你说 你们要plan 你们要筹算 你们要知道 以后怎样 你现在以后 HDP房子很贵的 你不要帮你的孩子买 他们没有房子住 然后他们一家大小 都跟你们两个老的在一起挤 然后天天吵架 要筹算一下 对不对 这个世界是跟你们讲这个东西 所以呢 我心里说 哦 是啊 我跟你们讲 这些话是真的 圣灵给我的 一定跟你们说 如果你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算的话 也是一种很大的福气 你们听得懂这句话吗 没有太多东西算 算来算去都差不多一样 对不对 就差不多是一种福气了 对不对 所以我先跟各位说 不要想这样远 这个经文 一看的时候 马上知道了 那所以如果有多的话 要怎样 多的话 也不是叫你乱花 像约瑟 存起来 不一定有一天 主的国度会用 一定要这样的心 我们基督是这样的 当然你存起来 那以后 如果有紧急的事 也可以用 但是你的依靠 不要放在那边 依靠不要放 所以有时候 地上 有一点 哎呀 我不能像别人这样 哎呀 我老了还要做工啊 还是什么 六十几岁了 人家都玩世界了 也是一种福气啊 对不对 有点 地上有点得失 好像理想 达不到 心里面想 主啊 你保护我 所以叫我知道 我不会到 二十节的那个光景 今天要你的灵魂 绝对不是 对不对 当然神不会这样 惨酷吧 但是 神的例子 总是很极限的 所以上帝是一个 强调的神 因为人 在昏迷的状态 一定要给他 一盆水 下去醒过来 原来是这样 对不对 一盆水 所以 感谢主 教我们 有小小的 有一些后悔 哎呀 对了 我现在明白了 人的关系最重要 弟兄姐妹 彼此之间的关系 最重要 不要为了小小的 物质的东西 意见不合的东西 吵到那个什么 哎呀 这样也可以 那样也可以 然后看神怎么带领 这样就好了 对不对 自己的看法 讲了就好了 不要固执己见 我一定要这样 一定要这样 我的看法一定对的 这样生活的话 旁边的人跟你在一起 很辛苦 对不对 所以你讲了 然后就祷告 人接受不接受 看有一个结果会知道 所以一般上 跟我相处的人是很好的 对不对 其实你只有单单明白 心里有神 然后这样 尤其我们新加坡人 什么东西都策划好 安排好 做事情很有规条 一定要这样 一二三四五 这个东西 太多是不好的 太多 因为前面的事 谁知道 大概就好 我也不是说 不要安排 你做事情 一定要有安排 大概就好 一周的时光 差不多安排一下 这样就好 然后最后 我跟各位说 主的话怎么说 格林托前书四五章五十八节 我有没有放在那个地方 四五章五十八 如果没有 没有关系 刚才情文说什么 我们一起看 情文 我很喜欢读这处经文 请经文十五章五十八节 这里说 所以弟兄们 你们无要坚固 不可动摇 常常竭力多做主公 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 不是土然的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服侍主呢 一定有劳苦的 你看我的森林 有没有劳苦 有的 对不对 有些人说 牧师 今天我看你好像有一点眼带 可能是上个礼拜 或者不是上个礼拜 昨天还是前天 可能睡得少一点 有些也有 但是讲道的时候 每次是最佳状态 有没有发现 但是呢 有劳苦 有工作 有家庭 又有教会 要服侍 有一点劳苦 有的 但是圣经说 你们的劳苦 不是土然的 这句话很重要 不是土然的 你放尽的心思 你牧养人 要放的泪水 你服侍主要放的 那个时间 然后要受的委屈 但是你做了 有一天主会赏赐你 你会看到那个赏赐 因为神说 不是土然的 对不对 但是 在做的过程当中 这是 不是这么明显 所有服侍主 受主重用的人 都是走过这条路的 你做一下 马上成功的 这个就是现在传销 告诉你的 对不对 马上成功的 对不对 你只要聪明一点 机智一点 马上成功的 就是这样子 哪里有 这个不按照地上的原理来的 地上的原理 你要得到钱 你要放尽心思 你要得到灵魂 你要放在很多祷告 这是一定 上帝这样做功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服侍主 我跟各位说 第一 你要加真的智慧 两者监护 家庭 工作 还有 教会 然后呢 一直到你 你挣扎到 好像牧师 牧师 你怎么跟你的孩子 你说孩子呢 有一点忽略 你有服侍 服侍要讲道 但是又调整一点 然后调整一点的时候呢 又发现没有时间 又要预备信息 又要这样 但是这个挣扎是需要的 因为这个挣扎里面 圣灵会帮助你 扩大你的器皿 你们了解吗 不要怕那个挣扎 第二 不要怕 委屈 服侍族的教会 一定有委屈的 吃力不讨好 把恩典的工作 把恩典要带给人 人又不能够领会恩典 对不对 所以牧师每次讲 洗厕所啊 做食物啊 这些每个礼拜要做的啊 这个是 天天做 每个礼拜做 没有人会很 appreciate 珍惜你做的 对不对 只有忽然间没有食物 为什么今天没有食物啊 就这样讲 对不对 只有这样 但是呢 一定有劳苦 教主日学 也是孩子不听话 有劳苦 有委屈 但是不是突然的 最后 你建筑前 你能够讲 刚跑的路 已经跑了 对不对 索性的道 已经守住了 现在有公义的冠冕 等候着我 这个是保罗的话 他的墓碑名 墓碑名 在他的坟墓 一定要 在神的心中 是给他写上这句话 对不对 所以你建筑前的时候呢 当然不要讲建筑前 你一个礼拜 晚之前呢 比如说星期六晚上 然后星期天 你要来主日 对不对 主啊 这个礼拜 起码你吩咐我的 我做了 这个礼拜 阿拉松了 这个是五公里 七公里 这个东西 我是前五名的 跑的时候呢 有一个人问我 你怎么跑到 一定能够跑到这么快 通常都是印度人的耐力 stamina很好的 他们就一定跑 我们华人很少 我自己 后来有一次 我跑的时候 我掌握到一个秘诀 你看到这个三十米过 你跟自己讲 我三十米 我要停下来走路了 到了三十米之后 再来 再三十米 再走三十米 三十米 再三十米 哎呀 我一定要停了 停了 到那个地方 还可以 还可以再走一点 这样就跑完了 这个很奇妙 我跑步的经历 只有这个了 我没有办法跟你们讲 什么那个Forest Gum 什么东西 我只有懂 就是跑到要死的时候 就是到那个地方 又好像可以了 再来 不要 再跑继续一下 这样跑完你天国的路程 有公义的冠冕 等候着你们 阿们 这是祝福所有敬虔爱主的人 也愿你们在主面前 得到一生的赏赐 美好的福乐 然后去见主的时候 没有羞愧 阿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感谢你 今天用你的道 教导劝勉 也指责 也唤醒 更重要是 主安慰 这样我们知道 主你是会后悔 你是会转意的 只有我们到什么地步 我们在那个地步 顺服你 主从那个地方开始 主向我们施恩 感谢主 我们 愿你我们 有耳朵的都能够听到主的话 愿一切荣耀归给主 祷告 祷告 奉主 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阿们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